对那今天刚才都说到依菲姐 你和依菲姐之前也有合作吗 在四大名图二 这一次的合作 觉得依菲姐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大家很多人对刘依菲电视剧 还停留在赵灵儿啊 或者是《玄雕侠侣》啊 我觉得她的演技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精湛 包括在《孟华录》里 因为我们演员看剧本的时候 会代入表演嘛 画面 但是她常常在现场演的 会让我们特别的惊喜 而且惊艳 我都会想不到她会 她会那么高级地去处理这个表演 当然学表演的人 可能会去看她的表演的层次 就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 敬业 而且很有物性的演员 我也有时候会偷偷地 学她身上的表演的一些小技巧 那如果再一次合作的话 你想跟她和依菲姐合作 是古装系的现代性 我跟她两部都是古装 要是能跟大家合作一个现代戏也挺好的 那你觉得希望你们两个双方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潘儿是挺有自己主见的 她挑角色的话 她的人物的丰富性 还有复杂性 有趣点 她是蛮考虑周全的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只要是一个人设好的角色 我们俩私底下聊的时候都说我们俩都想演欧阳旭 因为觉得那个角色就是模棱两可 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摸不清她是好人换人的 最后又有成长黑化 然后还有反杀 就很过瘾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都下次就真的都可以演反派 还挺有意思的 安排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